啊各位ce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市场分析员小桃我又来了啊今天这期视频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很多小伙伴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美联储现在到底有没有开始进行缩表啊因为我看到底下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这个问题呢我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帮大家做一下解答啊因为我觉得市场上对于缩表这一个问题存在一定的一个问题 这个误解啊我在昨前天视频下面我和大家说我说大家如果对于某一些公司财报有问题的话和我说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个投票结果很多小伙伴就投了一个谷歌谷歌财报还没有出来对吧我可以聊啥呢啊但是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对于谷歌他做了一个投票那我们就那稍微再讲一下谷歌看一下他们上一季度的一个财报那然后可能结合推特和snap已经出的一个财报去聊一下谷歌啊可能这一个星期会发财报的一个结果啊先来聊一下缩表这一个问题 啊所以这张图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里边的nbs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的一个体量总共差不多在二点七万亿左右啊这个体量是非常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边拿到出去最新的是七月二十一日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基本上这一个体量的话是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位置而且我这边是weekly嘛看看的是周线图而且最近的这一个星期他的一个体量其实是往上升的那这就引起了很多小伙伴的一些质疑说美联储现在到底有没有进行缩表明明他们说已经开始进行缩表 为什么nbx的这个体量仍然在往上升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美联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这张图我是从推特上拿出来啊拿出来的这个出处啊其实是推特的这一个博主拿了这张图去指责美联储说他们明明没有进行缩表啊所以这张图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啊然后这边黄色highlight滑出来的是nbs啊就是住房抵押贷款 日期的话是在7月20然后这边的一个对比嘛就是7月20比上7月13日nbs的体量确实是增加了是将近要17个别人170亿美金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其实是嘛一个excel的一个表这张图我是从美联储的一个官网上所拿下来的一个数据然后我截了一张图那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现在美联储到底有没有进行缩表或者说为什么现在nbs仍然仍然是在上升那要去理解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理解两个概念那哪两个概念这边有两个date有两个日期第一个是吹的第二个是settlement date那么什么是吹的就是一个交易日什么是settlement date就是一个交割日那么怎么去理解交割日就是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那一个日期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区分开来是美联储可以在今天做交易但是不代表那今天做完交易之后他就已经和那个卖方进行一手交货一手交货 那么而很多时候那特别是在mbs的这一块交易的一个过程中那么这一个交割的一个日期或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这一个日期那往往很多时候会比这一个交易的一个日期那么要晚了将近两个月到三个月那举个例子我这边拿出来的数据是在那么2020年啊四月一日之六月三十这边是所有美联储在这一个quarter这一个季度里面所有的数据 所有他们的一个交易而这个交易数据全部是和mbs全部是和residentialmbs是有关的那所以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单交易这是美联储的一个购入啊美联储购入mbs那第一单的一个交易发生的交易的一个日期是在四月六日而交割的日期是在六月二十二日那这中间的一个时间差就是在七十七天那再比如说这一列同样的是在当天四月六日交交易啊 但是交割的日期是在六月十一日所以这中间的一个时差的话是在六十六天六十天差不多要两个多月那为什么这两个日期很重要呢因为那美联储即使那在今天买入mbs那但是不到交割日的话这一个mbs不会出现在美联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上面那这一点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啊 那因为那我们在七月二十日这一个星期所看到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面mbs他的一个体量增加非常有可能是什么那非常有可能是在这一个星期里面那他mbs的一个上升是因为这一笔交易其实发生在两个月之前那么而两个月之前美联储还没有进行缩表那当美联储还没有进行缩表的时候那么一旦但或者但凡有任何的mbs他们到期的话美联储还没有进行缩表那当美联储还没有进行缩表的时候那么一旦但或者但凡有任何的mbs他们到期的话 会把那一部分到期的一些资金重新再投资回mbs那么而在投资回mbs的这一个过程之中那他们可以进行交易但是交易完之后这一个交割日期非常有可能在一个多月甚至于两个多月之后那这才是为什么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下降的一个速度并没有他们那所在新闻媒体里说的那么多那甚至于mbs的话是上升的啊所以这两个日期非常重要一个是交易日期 一个是交割日期什么是交割日期什么是settlement daysettlement day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那一个日子那所以在开始进行缩表的头两个月噪音的话会非常非常大吧然后这张图同样的我截取的是也是在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一月份到三月份那美联储他们交易mbs的他一个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比如说三月十六日买入的交割的一个日期是在五月二十五月二十这中间的一个时差的话有六十五天 也是要两个月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只有一条线这条线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那而这一个时间点的话是美联储上一次缩表的一个时间点啊准确来说的话他美联储上一次是从二零一七年的十月份也就是这一个点是他们第一个月开始进行缩表那他们是在九月份宣布的然后九月份宣布十月份就开始进行缩表那所以看到十一月份的话确实资产负债表有第一个月是下跌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第二个月十一月整个十一月份的话他是上升的那而这背后的一个原因就会我前面和大家解释的是完全一模一样那因为上一次的一个缩表其实也是包含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债第二部分就是房屋抵押贷款但是两个月之后我们机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美联储这一个缩表的速度就非常非常快了好吧啊我能理解大家的一个担心或者说啊质疑但是我觉得重点可能不在美联储到底有没有进行缩表 那因为我们去想即使在这一段时间从美债这一个角度来说美联储确实是在进行减持它确实是在进行缩表那但是我们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美债的一个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在干嘛美债收益率是在下跌的那一方面美联储在进行减持日本央行也在进行减持美债但是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在进行下跌意味着那整个市场上有更加多的买盘在这一段时间在进行购入美债那为什么因为市场在交易一个 一个衰退的一个故事线啊所以我觉得比起去关注美联储有没有进行缩表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关注美债的一个收益率那包括美联储对于隔夜利率的这一个把握那我觉得这两点的话可能更加重要一点那所以美联储现在有没有在进行缩表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富途默默在送股票啊哎针对美国的小伙伴啊现在富途默默在赠送十股免费的股票条件的话是只要在这一个月月底之前七月三十一日之前 开户并且只入金一百美金的话就可以赠送七股免费股票开户且入金两千美金的话就可以获得十股免费的股票那然后是针对澳洲的小伙伴开户且每入金一百澳币就可以获得十澳币的现金券最多的话可以获得五十澳币的现金券而且前一百天的话交易费是零那喜欢骚骚做的澳洲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机会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推特财报的一根数据 首先这一边蓝色的数字是那么实际的一个数据然后白色这边的话是整个市场当初的一个预期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每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推特这一次的一个财报比市场预期都差 特别是在营收这一边实际数据在1.17个billion那么市场的预计是在1.32个billion所以比市场预期整整要差了百分之十点八 那所以基本上这一次推特的一个财报其实和snap的一个财报非常非常相相似点在哪 相似点在他们的一个营收那两家公司的一个营收都比市场的预计都要差那snap如果在五月份没有把他们的一个营收往下调的话那非常有可能最后营收上的一个miss和啊和推特的话可能是差不多的那这是他们第一个相似点 然后他们第二个相似点是推特他们的一个付费月活数那其实同比增长的话是增长了15%到16%那而这一个增速的话其实是在最近的这几个季度里面最好的一次增速那同时我们去看snap的一个财报里面它的一个impression那同比增速的话也是在9%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家公司 其实啊背后或者他们平台上的一个使用人数并不差或者说使用人数同比的话仍然是在增长那但是这两家公司营收双双比华尔街预期的话要差那这背后指向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金主爸爸背后的广告商那他们选择降低在广告业务上面的一个花费那所以准确的说和这两家公司的一个运营上面有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可能关系并不是非常大而只是一个宏观的一个因素那对于整个广告业务的一个影响那然后这边是谷歌的一个数据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数据的话是2022年的一个一季度那营收的话是在68个billion然后在油管下面的一个营收是在6.9个billion不到一点那市场对于二季度的一个预期油管这边的一个营收的话在7.7个billion那同比环比增长的话是在12%到13% 然后总共油管的一个收入是在70.2个billion那所以环比的话仍然是一个震的一个增长那我能给到大家的数据是什么我一直和大家强调我能给到大家的数据就是在油管这边一块的一个业务那而我背后的一个数据可能只是也看到了油管背后其中的一部分的一个行业比如说是和金融板块相关的那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从rpm这个角度去看还是说还是从总共的一个营收这个角度去看那么其实 是二季度比一季度的话都是要差那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因为总共的一个营收也是和我做视频的一个次数或者频率是有关那但是作为一个那么勤快的一个市场分析员那我的一个出境率其实算是比较平衡的啊所以仅仅从我这一个板块加上我自己的一个出境率啊我其实对7.7个billion第二季度油管上面的一个收入啊持有比较大的一个怀疑的一个态度啊但凡整个市场的一个期待如果是那环比 是负增长的话我都能接受啊但是毕竟油管其实也只是占了谷歌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那主要还是看他其他的一些广告业务总共广告业务占了百分之八十啊所以最后啊有没有可能谷歌他最后那营收是在啊七十点二啊甚至于超过七十点二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那因为七十点二其实也就是那环比增长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四左右那当我看到snap的一个财报之后啊 那其实比我预想之中是要好那为什么因为我说我自己的一个频道他其实环比的话二季度比一季度环比是降低的那但是snap财报最后出来他的环比的话起码还是在增还是在增加虽然这个增速非常小那所以也许谷歌其他的一些广告业务可以弥补他们油管上的一个不足又或者说那么油管上面的一个广告业务放缓真的只是局限在金融板块那么而实际可能其他的板块仍然是相当不错啊或者说起码他的一个环比的话是增长在百分之十 十二到不是十二到十三而不是我这一个板块环比的话是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好吧然后最后我补充一点啊因为我记得有一部分小伙伴问我说他有没有可能啊是很多小伙伴自己开了一下会员然后即使在油管上面开会员作为一个博主来说其实也是有一个共享在那边那油管会员那共享的那一部分收入差不多占了总共啊广告费用的百分之十左右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有共享好吧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啊我这边给大家提供的 这一部分的数据其实只是啊谷歌营收里边一部分里边的一个一部分啊但是我们从snap和啊投资的一个财宝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整个广告业务的一个方法他是非常非常全面性的那而且是比市场一致的话是要更差的啊所以我个人并不觉得市场现在已经把这一部分已经price定那如果想加他呢我觉得可以等这个石头落地那如果现在手里持有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控制一下这一个仓位然后控制一下这一个风险那最后大家可以控制一下这个仓位 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是我从那美国银行第二季度财报里面所截取出来那这张图的左边是消费的那同比增速二零二二年前两个季度同比增速的话在百分之十三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消费确实还是比较强劲啊然后右边这一张图那就是按照板块区分看一下整个消费的一个增长到底在哪些板块里面那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蓝色的这一条柱状图对比的是二零二一年那上半年的一个增速 第一个百分之四十一的一个增速在哪里travel and entertainment那旅游和娱乐板块第二个就是gas主要是花在那油价上面同比增长的话在百分之四十二那剩下就是百分之十三的一个食品的一个价格上涨那然后整个增速那同比增长最小的其实是什么百分之四的一个retail那零售商而且这一个零售商是包括了线下和线上那所以我觉得第二季度非常有可能电商的话也是会继续沉压那而且这一张图基本上 也是非常好的去展示了现在的一个消费从商品非常明显的转到服务这一块和转到和整个复苏是有关的那所以真正整个美国经济体它的一个消费到底有多强劲啊必须要等到这一波那复苏旅游过去之后我们可以才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真正的一个需求到底有多强劲那么还是说根本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弱 只是复苏这一块那把整体消费的一个批软给掩盖掉了好吧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